而韩国人的集体公愤则是哀怜另外一个女性 是首尔地铁的女站务员 她被男子三年了跟踪骚扰 最后在地铁的女性化妆间被她尾随砍死 首尔警方公开凶贤的身份移送地检署 她坦诚是不满被女子两度提告之后辖院报复 南韩人认为这个男子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悔意 而这三年期间这个受害的女子两度提出告诉 但是警察厅法务部都态度消极放虎归山 让被跟骚的人最后惨死 整个跟骚法的量刑太轻 因此执法一年之后 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 这个女孩并不是南韩第一个被跟骚之后遇害的 这些事情都让南韩公民无法再忍受 上个星期在首尔新唐地铁站 犯下跟踪砍杀案的31岁被告全处患 21号早上被首尔警方移送地检署讯问 首次摘下口罩面对媒体 为让民众提防警戒 首尔警察厅公开完整身份讯息 全姓男子真实样貌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 现场挤满媒体和抗议民众为死去的女战务员发声 全姓男子跟踪骚扰女战务员长达三年 两人曾是同事关系 男子向警方坦承 是因为不满女战务员提告 又被法院求刑九年才会侠院报复 女战务员生前最后一次 以根骚罪对男子提告 希望法官判处重刑 全姓男子却向法院多次提交回过书 公称自己是酒后失控 企图逃避刑则 当时调查单位和法院态度消极 也引发放虎归山的争议 来韩国会女性家庭委员会调查报告出炉 指控法院拒发居留状 首尔警察厅的无作为是严重失职 就连两人最初相识的职场 首尔交通公社也被起底有熟失 在进入首尔交通公社之前 全姓男子就有散布违宪物品罪等前科 但交通公社仍是聘用限制 仅针对网路犯罪者 因此为取消男子录取资格 而男子离职之后 交通公社又未将其内网权限删除 让他有机可证 南韩近期发生多起跟踪骚扰案 与新唐站砍杀事件相同 最终都演变成了震惊社会的重案 但翻看从去年初到今年6月 南韩申请保护令的受害者 对加害人二度提出告诉的案件 多达7772起 当中却只有2.7%的加害人 被立案拘留 南韩跟踪骚扰处罚法 下个月即将实施满一周年 目前一个月仍有超过2000起 相关跟踪案件通报 类似犯罪层出不穷的主因 正是因为量刑过轻 统计发现违反根骚法 遭起诉的案件 每实践当中仅有两起 被法院实际求处徒刑 另外有4成被判缓刑 两成仅被易克罚金 外界纷纷质疑 认为各方若能更积极介入处理 就有机会阻止憾事发生 南韩跟踪法上路一年 法务部酝酿修法 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力道 大法院量刑委员会如今也拍版审议 将演理制定更具约束力的量刑标准 TVBS新闻综合报道